抗老化和預防吊髮的核手屋 加入黃旗枸旗的土雞 滋不養生 秋冬季節來臨 日夜溫暢很大 來上熱呼呼的一碗 燉補核手屋雞湯 溫補身體 肾臟之類的 都有它的一個功能在 聽說是這樣 但冬天養生 到底有沒有對症下藥呢 這個是我們的藝人 然後就是當歸 桌上擺滿了黃旗當歸 藝人淮山 周醫師說 體質燥熱最技吃 膠母鴨跟麻油雞 而是應該平補 以出菜鍋或者羊肉養生最對 而且一週最多只能兩次 至於財力冬 要滋補也只能循序漸進 藝人跟淮山先來打底 燥熱的補的時候 你會發現有虛不受補的現象 一補就開始拉肚子 那這個時候其實就是腸胃 還沒有準備好 否則一下子吃太補 容易導致腸胃不適 補身不止 反而會傷身 記者城鎮冒咒語的台北報導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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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